本文獲得作家鳳熙乾先生的首權 轉載自他的鳳熙乾13位到Patreon 文章的題目是《喪事檔喜事辦》 12月15日 《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 揚映著魔幻現實色彩的寫評 標題是《三年抗疫我們者讓同心走過》 作者署名任仲平 第一段是這樣寫的 《工廠車間》 《機器光明》 《大街小巷》 《人來人往》 《公路鐵路》 《車輛穿梭》 《超市商場》 《密封駕韻》 《廣貿田野》 《生機勃勃》 任人歲末 神州大地正升騰著澎湃活力 展現出萬千氣象 任人歲末即是2022年尾 即是現在 說中國大陸升騰著澎湃活力 也非完全是謊言 因為以病毒來說 活力確實是三年以來最澎湃的 以上社論 若添上八寶山上火光紅紅白紙 就畫龍點睛了 北京八寶山殯儀館的工作人員日前證實 殯儀館已經開啟所有火化爐 24小時無憂無止 但預約火化也要等5至7天 網上也流傳影片 顯示大量殯儀館車輛在排隊 有留言稱 八寶山已經沒有空位安置死者了 只能在車內等6、7天 這就是《人民日報》社評形容的 工廠車間、機器光明 大街小巷、人來人往、公路鐵路、車輛穿梭嗎? 據北京市網站資料 北京有12間殯儀館 約90台焚化爐 火力全開的話 每24小時可以處理4,000多具屍體 計一計數 現在一來就要等7天 即是說過去一周 北京新增的屍體已經差不多3萬 這些死亡數字 中國官方當然不會公佈 因為肺炎已經被定性為感冒 但北京疫情到底有多嚴重 還是可以從很多蛛絲馬跡看到 例如BBC駐北京記者 Steven McDonnell 在Twitter上說 英語媒體The Beijinger 近日在微信群進行民調 70%的受訪者坦然染疫 McDonnell因此估計 北京疫情非常可怕 有2,000萬人的北京 過去10天應該有超過1,000萬人染疫 尤其已沒有接種過疫苗的長者最危險 由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防疫政策 近日180度轉向 由動態清零變與病毒共存 但是中國大陸的醫療系統 似乎完全沒有為此做準備 導致疫症一爆 死亡人數即爆炸性上升 這波疫情實際會死多少人 恐怕無從得知 但可以肯定 官方公佈的死亡率必然出奇地低 到時中共就可以給點掌聲自己 繼續歌頌中國防疫世界第一了 話說回來 很多人認為習近平忽然放寬防疫 跟所謂的白紙革命有關 我一直覺得 這是中共希望你相信的理由 真相是些什麼 我傾向相信世衛公共衛生 緊急計劃執行主任 Michael Ryan 的說法 他日前告訴法新社記者 中國疫症爆發 跟解除COVID防疫措施無關 早在放寬清零政策之前 病例已經暴增了 Ryan 認為 中國的防疫措施根本不能阻止病毒擴散 中共當局察覺到這事實 基於策略需要才撤除所有封控措施 換言之放寬防疫 只是掩飾官方清零徹底失敗的防止意義 從北京難以估計的掩疫和死亡數字來看 Ryan 的說法合情合理 近日網上流傳一張名單 顯示北大、清華的老教授 一個接一個去世 而他們當中有很多在11月中旬前死的 那時中共尚未解封 這些教授是否死於疫症 當然是國家機密 但如果是 那不是證明了中共忽然轉向 背後其實有個不想人知的理由呢